海军舰体船舱空间狭小 官兵密集群聚生活 全球各国的海军也陆续传出染疫的消息 一家科技公司为了照顾站在第一线的海军官兵 特别捐赠四台抚养离子机 免费提供海军舰队来使用 让官兵在船舱也能够呼吸到好空气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日前海军敦目舰队大规模染疫导致人心惶惶 一间科技公司为照顾国防第一线海军官兵 特别捐赠四台抚养离子机提供海军舰队使用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官兵这么样的辛苦 而且疫情的蔓延 我想这个抚离子这个东西 应该是对密闭空间 还有这一个蔓延的细菌跟病毒 它是可以把它弃除 由于海军舰艇 令船舱空间狭小 官兵群聚密集生活 全球各国海军陆续出现洋溢消息 负离子机能有效去军 但不过滤空气脏污 海军舰队指挥部应临时无法出席 透过电话表达感谢 台湾制造研发的负离子机通过SGS合格检验 董事长指出开机十分钟后 室内空间不氧量就能大于森林瀑布环境 让海军官兵在船舱也能呼吸到好空气 提升防疫效能 记者李嘉浪卢孝军各种报道